你们都清仓了吗 再也不清仓是不是天都要他了 我的事情后台爆炸了 都是要买车的 原来要买10万的 现在问的是五六十万的 原来要买奔驰一的 现在问的是卖巴赫 我用一天时间给你们整理了一下10月份能炒几的bba 宝马有三款 奥迪有三款 奔驰有五款 一共11款车型 值得买的版本和他的优惠分别是多少 这条视频点赞收藏 转发给你身边最近要买车的朋友们 清仓完了的宝贝们 首先声明一下bba现在近点都是给你报的按揭友会 或者是按揭落地价 我给你们讲的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 都是不含力气的落地价 或者是按揭友会价 首先奥迪能买的有三款 虽然都是老咕鲁棒的 奥迪ql现在推迟换代 现在能抄底40时尚40豪华 全款基本上全国都是七折左右 上海地区按揭五八折 第二个就是奥迪也六百要么最低配的四零按揭六七折 要么预算高的话 你就严远就奥迪也留四驱avount 进口版本 按揭落地三二八到三九就不算买贵 第三个能干的是二零特地八 一三百中规加四万就能干二零特地八了宝贝们 不到六成了按揭落地 宝马能买的有三款 第一个宝马插一二零特地配 按揭落地二十一万五就不算买贵 第二个是宝马五系 二五低配三三到三四万按揭落地就不算买贵 比买个宝马三系强 五系开三年赔的比宝马三系多少 第三个是宝马插五 载总之一降下派航网上你能看到 二零特的宝马插五又回到六月份的行 按揭就会十一到十二万 五十八到五十九二零特地的尊享 落地就不算买贵 奔驰能买的有五款 第一个是奔驰S级S430跟S400豪华 按揭又会二十六万到二十八万 四八零的麦巴赫按揭又会二十二十二万 第二个载型奔驰一级一二六零 低配落地三十八万六左右就不算买贵 一三百豪华五十一万以内 按揭落地就不算买贵 第三个是奔驰GLC260豪华的版本 按揭落地三十七万五左右 第四个奔驰C级二四款三次改款型 按揭落地二十六万五到二十七万 第五个就是奔驰GRE 按揭又会十八到二十 买三五零时尚版本 以下一共十一款bba的车型 有没有你喜欢的 还有其他问题 打到评论区 我给你回答明明白白 作为车圈 沿着博主 必须考虎 觉得我帅 评论去考不帅 祝你们坐下机车越来越好 慢慢的都不劳而获